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爱奥瓦州举行 从此开始 十几位竞选人会经过激烈的党内厮杀 最后产生两位候选人 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 角逐总统宝座 应该说美国总统大选是牵动着全世界人的心 那目前呢 两党之争的战况如何 胜算有多大 不同政党上台之后 对于美国国内局势 以及世界会带来怎么样的变化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的新闻连线 需要关注的话题 那么今天呢 我们有请到了愚人村中国文化协会的主席 蒋家晴先生来为我们解读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蒋主席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协会终止就是帮助我们华人更好地融入这个社会 了解这个社会 也促进中家文化的交流 欢迎蒋主席 总统奥巴马眼看任期即将满了 全世界的目光呢 都会盯在美国总统大选上 那么为什么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么样的受到关注呢 对 美国 咱们都知道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 它得到了世界这么多人的关注 是因为它的政治军事外交真的是起得了决定性的作用 它可以主管 主观这个视觉的格局 那先讲一下经济方面 美国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 它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 这次美国大选真的会决定美国未来的经济局势 那它的经济局势 经济增长怎么个发展 那也会间接的直接的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增长 再讲一下军事方面 也许我们知道了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军事强国 它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地区 一共设了374处的军事基地 一共有将近29万的驻军 在世界各地的国家里面海外驻军的 那外交方面 美国正是世界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外交方面 一直是世界上领头羊 人家说美国是世界警察 不是随便说的 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一般都是在美国上 美国的外交关系 就是全世界最为庞大的 我们都不可忽略 比如说南海地区 这是我们华人非常关心的 不管是美国的华人 我们加拿到这边的华人 美国开始最近和菲律宾 越南这些国家展开了紧密的外交关系 那他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想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国 美国在东东地区也开始继续的封锁伊朗 对北韩 东北亚地区也继续进行控制 那跟日本在军事上 在经济上 政治上也进一步地进行了紧密的合作 所以未来谁担任美国总统 势必将面临要去处理这些复杂关系的重能 所以这次选举真的是得到了全世界眼前的关注 是的 那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的这个大的较量 是一场接着一场 竞选活动呢 没有任何的放松 民主党和两党名列前茅的参选人呢 也是力争进一步增加他们的代表人票数 挑战者呢 则表示他们仍然有望得到本党的提名 那么在至关重要的代表人票数方面 目前两党的战况如何 我们来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4月26日 美国举行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另一个超级星期二初选 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去胜 进一步确定他们争取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胜算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赢下全部东北五州 康涅狄哥州 特拉华州 马里兰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罗德岛 目前特朗普总共获得988张提名人票 支持率远高于竞争者 德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 克鲁兹有568位承诺代表的支持 俄亥俄州的约翰·卡西奇只有152票落后很多 最终获得1237张提名人票者 将代表共和党竞逐美国总统大选 由于此前的趋势已经显示 若克鲁兹和卡西奇单打独斗 已经不太有可能胜出 所以两人宣布联合起来 阻止特朗普获得他所需要的票数 同时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 拿下特拉华州 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桑德斯在罗德岛获胜 目前成为首位被主要政党提名的 女性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已经获得了 所需要党代表票数的88% 距离目标仅有一步之遥 在总代表票数上 希拉里达到2137张 离撞线所需的2383票 已经不远 桑德斯落后 希拉里达到830张 获得提名的希望 已经相当渺茫 美国两党初选已经接近尾声 共和党方面 五月还有五个州举行初选 分别是印第安纳 内部拉斯加 西弗吉尼亚 俄勒港和华盛顿州 6月7号则将迎来最后一个超级星期二 将有包括加州在内的最后五个州迎来初选 民主党方面 五月举行初选的州为四个 而六月则为七个 最后一站为6月17日首都华盛顿 是的很多人都评价说是2016年美国大选呢 是几大家族的对垒 那几位热门的候选人上台之后呢 对于美国国内局势 甚至是对于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今天呢我们也来分析一下 不同的政党之间的政策主招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民主党 好的 民主党总的来说 它在最低工资方面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议题 它认为啊 最低工资的制度 增加商业的管制 是非常重要的 它支持这方面 而且极力协助 贫穷的劳工阶级 咱们讲一下民主党的社会议题 民主党主张所有的美国人 应该是机会均等 无论他们的性别年龄 种族和性取向 比如说 民主党在同性婚姻和LGBT权益上面 他们也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分歧 那在生殖权利方面 民主党相信所有的妇女都应该取得声乐控制 资源的管道 它支持政府替这些 尤其是贫穷的妇女 准备避养工具 大家最关心的民主党在外交议题方面的立场 那现代的民主党比较倾向于国际关系方面 自由化 甚至于新自由主义 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呢 我们讲一下共和党 共和党在经济政策方面 它强调私人经济 这个个人决策对经济的作用 那在社会政策方面 大多数的共和党是反对堵台 它也反对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外交政策方面 共和党比较保守 它在911反恐袭击事件以后 它采取了保守左右的立场 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都是在共和党支持下推动的 是的 那么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领袖 美国总统是对全球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那其实施的主张和战略中心 也将会影响到中国的走向 接下来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美国下届总统如何面对中国安全挑战 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程序已经过半 目前纽约商人川普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分别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初选中领先 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陆军学院金三联合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策划部主任肖恩·布雷姆利说 无论是共和党上台还是民主党继续执政 美国都会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会引起大辩论的议题 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立场会更加坚定 我想下一任国防部长 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 都会审视我们在海外的军事部署 一些美军将领视俄罗斯为目前最大的威胁 但是曾经在五角大楼担任国防政策特别顾问的布雷姆利认为 在未来中远期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 当我展示久远的未来 也就是2030、40和50年代 我更加担忧与中国这样的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 比起俄罗斯、中国的经济成长相对来说 更能继续下去 总统大选共和党初选领先者川普 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说 美国需要以军事实力和经济互惠为基础 跟中国打交道 并不排除会跟中国决裂 一个强大和智慧的美国才能够争取到一个更加友好的中国 起码比现在好 你看看中国在南中国海所作所为 它不应该那么做 这是对我们国家和现任总统的不尊重 我们可以互利互惠 也可以分到扬镳 如果有必要 那就让它发声好了 同一天现任国防部长卡特在国会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最紧迫的竞争对手 美军必须做好准备 以击败任何胆敢发动战争的高端对手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候选人 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对华观点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民主党呢应该说只有一位参选人 那就是希拉里 希拉里呢几乎具有了这个胜利者的所有的条件啊 比如说她资历最为丰富 当过参议院还有国务卿第一夫人 对国内外的政策应当说是了如指掌 而且希拉里的口才了得 头脑非常清楚 竞选团队呢也是一流 筹款能力超强 那所有这些有利的因素加起来呢 似乎都指向着一个预言 那就是美国很有可能会迎来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假如说希拉里当选 她的对华方针会是怎么样的呢 那咱们讲一下希拉里 那希拉里这个人 她是坚定地认为追求民主和人权 就是美国外交政策上面的驱动力 她认为在对华政策方面是需要强硬的 她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卿 她在担任国务卿起见 在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上 是一直比较强硬 而且进行不断的抨接 虽然她如果再次当选成为真正美国总统的话 她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肯定会有更多的指质 希拉里在2014年出版了一本新书 对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她认为这种倡议必须拒绝 所以看出来希拉里如果当成总统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肯定会越来越紧张 大家还记得她曾经是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第一夫人 另外我再提一下 2010年7月份 是克林顿跑到河内挑起了南韩问题 从此南韩问题那就成为了中美之间一个 再也没有消失的非常突出中意的话题 她即使泄论了国务卿 还是继续在推动南韩问题的国际化 所以美国评论认为如果希拉里当上总统 她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太平洋总统 因为亚太地区会有新的紧张局势正式开始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如果说希拉里上台可能会更加彰显这样的鹰派的本色 中美竞争加强合作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 但是中国在东海或者是南海可能会与邻国发生一些摩擦 那么在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也势必会加剧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听说过奥巴马要成为太平洋总统 他目前为止他没有达到他的目标就要准备泄论了 所以美国评论说希拉里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太平洋总统 这不是随便说的 谢谢大家